大家好 本来今天说好的是在室外做一个直播 但是由于信号的问题 没有办法直接连线直播 所以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首先第一点要分享的是 关于无必要不出境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理解 在这里我觉得我有必要 对帮中国移民局说几句话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是一个中央政府的一个政策 很难去改变 而且从目前看到的实际案件 理想来看呢 它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得出境 而是说无必要不出境 什么叫无必要呢 第一如果你是访问 是没有必要的 这是已经明确定义的 第二如果你是探亲 第三你是旅游 这都属于无必要 比如说你出来开会 从政府的政策来看呢 都是属于无必要的 但如果说你出来工作 出来学习 出来移民 这种情况下 我没有看到说强制劝反的 有看到一个视频说被劝反 但我认为那个是小概率 小概率事件 并不是一个统一性事件 因为毕竟还是要讲法律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观点 关于无必要不离境这个事情 如果是旅游访问探亲 商务考察 基本都停了 但是如果是工作 学习移民 这个目前仍然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 关于焦虑 很多人在疫情情况下 发生了很大的焦虑 而且焦虑的方式和方法呢 我认为是需要考虑的 我一贯的观点 什么观点呢 就是不要焦虑 失败的焦虑 成功者行动 不要去考虑那些 不要去考虑那些 你改变不了的一些事情 你要考虑的是 那些你能改变的事情 比如说 是不是找好一些移民的国家 是不是自己兜利的钱 更加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钱说实话 这个世界上 是没有什么地方 能够拦住你的 对吧 所以说最重要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两个问题 第一 你的钱有没有准备好 第二 你的认知有没有准备好 如果你的钱准备好了 认知准备好了 其实很多地方可以选 对不对 你可以选英国 你可以选美国 澳洲加拿大 很多地方都可以选 只不过是你的钱包的厚度 决定了你可以选择的范围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讲 就是如果只有200万人民币 可以选择哪些国家 第一 英国 我觉得英国其实是一个误区 很多人认为英国很贵 其实英国可以贵也可以很便宜 比如说如果你有亚斯5.5 单向不低5.5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完全可以考虑英国的创新移民的 英国创新移民的要求是什么 第一 亚斯5.5 单向不低5.5 第二 有商业计划 这个不难 第三 达到一个担保机构的担保性 这个也不难 花钱就能解决 第四是比较难的 就是拿绿卡 说实说三年可以拿绿卡 但是你要想清楚 三年拿绿卡 要满足以下七个条件当中的 至少两个条件 第一 投资5万英镑 我相信大家都能做到 第二 产生五个就业机会 记住是三年当中 你可以是第一年两个 第二年两个 第三年一个 第三 产生十个就业机会 年薪不低于1万5 如果是五个就业机会 这个选项呢 是年薪不低于2万5 第四个条件是 你如果能够证明你在第三年当中产生100万英镑营业额 第五个条件是 你如果能够证明你在第三年的时候产生50万英镑营业额 其中有10万英镑是出口 第六个条件是 你如果能够证明这个项目在英国处于得了重大的知识产权突破 比如说你是研发型的 研发疫苗或者研发一些生物知识 有知识产权突破 第七 你如果能够证明这个项目在英国处于同行业当中处于领先地位 这七个条件当中 你任意叠加两个条件 满足条件的话呢 在三年的时候可以拿绿卡 比如说常见的 如果你是电商 你会选第一个 投资5万英镑 加上第四个 产生50万英镑营业额 其中有10万英镑是出口 你去符合要求的 三年可以拿绿卡 你如果说是不是电商型的 你只是普通类型的 你可以选择第一个 加上第二个 投资5万英镑 产生五个就业机会 这五个就业机会成本是有成本的 而且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 基本上是 就是一个沉默成本 2万5年薪 五个 第一年两个 第二年两个 第三年一个 你的总成本大概在17万5千英镑左右 因为你里面还要考虑到无限移金 要考虑到相关的一些税务成本 所以说我们算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的认知到 如果你的语言能力到 其实250万人民币 也就是30万英镑左右 是完全可以搞定一个全家绿卡的 这个是一个考验题 是一个考验认知的一个认知考验题 如果说你光有钱 你没有语言雅思到不了5.5那也没有办法 对吧那也做不了 如果说你光有雅思5.5没有这个300万人民币 200万人民币 250万人民币 你也做不了 所以说移民这个事情本身并不难 难的是什么呢 难的是第一有没有钱 第二有没有认知 第三有没有决心 很多中产阶级其实因为疫情的情况产生了很多焦虑 所以说开始问各种各样的移民的问题 但是其实决心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有决心很多事情都能做到 OK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 关于英国创新签证的一个基本的流程 今天分享的第一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 创新签证的它的基本的时间线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线 第一步我们要分析简历 第二步我们要根据背景来做一个基本的商业计划 外面有很多人说这个 我可以给你一个项目的投资 记住这是风险这是坑 OK 风险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呢 可怕的是对风险没有认知 因为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我有个项目你可以投资 说英国政府也允许 而且三年以后你可以拿绿卡 而且这个二十万英镑可以拿回来 还可以产生就业机会帮你拿绿卡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是大概率 因为会要你钱的基本上都是初创企业 会要你钱的基本上都是风险很高的 这种小型企业大型企业 或者说人家本身赚钱的 不可能要你的钱的 OK 有风险 风险并不可怕 但是可怕的是对风险没有认知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 第一点 如何控制风险 从回到流程 流程上来讲 第一我要看到简历 第二我要根据你的简历 给你定做一个你自己的商业计划 这个商业计划是你自己参与 你自己运营 换句话说这钱扔了水里是你自己扔 要记住啊 这句话没有听错 是钱扔了水里 为什么呢 因为大概率来讲 你是不太有可能在英国创业成功的 OK 我在英国二十多年 我都不认为我是在英国创业成功 所以说这是一个沉默成本 你要准备好250万人民币作为沉默成本 来保一家人的绿卡 如果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和经济准备 是可以继续听下去 可以继续考虑创新签证了 OK 第一步简历 第二步我帮你定制一个商业计划 第三步拿到担保信 第四步办理签证 从办理签证到货批大概是四到六周 根据目前的情况下 整个的流程 拿简历分析商业计划大概一周 商业计划交给担保机构大概是四到六周 递交大概是两周 所以说总共加起来大概是在十二周左右 十二周左右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安排和时间规划 从目前来看 创新签证是2019年3月19号推出来的一个新的签证类别 我们目前没有到最后的绿卡的成功案例 但是很快大概在十二月份一月份 我们会有相关的案例出来 我只能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英国政府的所有的新政策出来 多多少少都是有很多的一些宽松的一些地方 大家可以去抓住这些宽松的地方去拓展 比如说五十万英镑营业额十万英镑是出口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很好的一个例子 回过头来说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电商型企业 你有出口的产品到中国 那也就意味着你可能你的成本基本可以忽略 因为你真的做生意真的有营业额真的产生了出口 这是一个漏洞 OK 所以说这个比较适合那些有电商经验的 有国际贸易经验的 比较适合有这种英国海外学历的 英国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有海外学历的 以及中产阶级里边原来那些学英文的那些朋友们 学英文的大概率来讲雅思5.5单向5.5不是什么问题 这是比较适合的 OK 总成本大概在250万人民币左右 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关键的话题 就是创新签证